这起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困惑的登山悲剧 在沉寂了61年之后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这就是震撼世界的迪亚特洛夫登山队遇难事件 一个曾经让无数人为之困惑不解的谜团 事件的发生地点位于俄罗斯中西部地区的乌拉尔山脉 这片山脉的平均海拔在1000到1300里之间 尽管乌拉尔山脉的海拔高度并不算特别惊人 但由于其所处的高纬度地理位置造就了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 常年被不化的积雪和冻土层所覆盖 正是这些严酷的自然条件 使得乌拉尔山脉成为众多登山爱好者和探险队伍心中 向往征服的挑战目标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名叫迪亚特洛夫的年轻人 他是乌拉尔理工学院无线电工程学院的在校学生 这位青年展现出了非凡的动手实践能力 早在15岁的时候就能够独立完成收音机的组装工作 他积极参与学校的体育俱乐部活动 频繁参加各种登山和徒步探险活动 而这些活动大多数都在乌拉尔山脉地区进行 凭借着对登山运动的热爱和执着 迪亚特洛夫先后参与了9次登山活动 其中有5次担任队伍的领队 因此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登山实战经验 1959年的冬季 雄心勃勃的迪亚特洛夫决定策划组织一次 新的登山徒步探险活动 他将目标锁定在海拔1182米的奥托腾山 这座山峰坐落在斯维尔德勒夫斯克州境内 有趣的是 在当地的语言文化中 这座山峰的名称含义是不要去 似乎在警告人们远离这个地方 然而 勇于接受挑战的迪亚特洛夫 不仅没有被这个名称所吓倒 反而更加坚定了征服他的决心 甚至故意选择了难度系数更高的 严寒冬季作为挑战时间 确定了攀登目标之后 迪亚特洛夫开始着手招募志同道合的伙伴 很快 他就成功组建了一支 由八名男性队员和两名女性队员 组成的十人登山队伍 其中九人都来自乌拉尔理工学院 迪亚特洛夫担任整支队伍的领队 在征询了一位地质学专家的专业建议后 他们制定出了这次登山活动的详细行程路线规划 按照计划 他们首先要在斯维尔德勒夫斯克市的学校集合 然后经过伊夫捷利地区到达维扎一小镇 进行短暂的修整调整 预定在1月28日正式向目标奥托腾山出发 最后完成翻阅奥托腾山的壮举 整个探写行程 预计持续20天时间 并计划于2月12日安全返回维扎一小镇 他们将这份详细的登山计划 提交给了斯维尔德勒夫斯克市的城市路线委员会 并顺利获得了官方的正式批准 由于迪亚特洛夫此次带领的所有登山队员 都持有苏联政府颁发的二级登山资格证书 被认定为一群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资深登山者 然而 考虑到他们选择在严寒的冬季 进行这次登山挑战 结合具体的登山路线分析 相关管理部门认为 这条路线具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和挑战性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完成这次挑战 将会获得三级登山资格证书的殊荣 这是苏联政府当时能够颁发的最高级别登山资格认证 然而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 等待这支充满理想和勇气的登山队的 1959年1月23日 23岁的迪亚特洛夫带领着他的十人登山队伍正式踏上了征程 他们首先乘坐了两天的火车抵达伊夫杰里地区 经过短暂的休息调整后 在清晨7点转成长途汽车 于下午2点成功抵达维扎一小镇 经历了数天的舟车劳顿 队员们都感到身心疲惫 因此决定在这个小镇上休息一整天后再继续前进 安排好住宿之后 他们一同前往当地的俱乐部 观看了一部名为黄金交响曲的电影 然后回到旅馆美美地睡了一觉 1月26日 每一位队员都给自己的家人写了一封信 领队迪亚特洛夫负责将这些信件送到邮局寄出 同时还向学校的体育俱乐部发送了电报 详细说明了他们当前所处的位置 并报告登山计划正在顺利寄行中 下午1点10分 他们乘坐一辆卡车离开了维扎伊小镇 由于这辆卡车没有顶棚遮挡 一路上寒风刺骨 其中一名叫做游丁的队员被严寒冻得生了病 他的坐骨神经开始剧烈疼痛 下午4点30分 他们抵达了位于维扎伊以北40公里外的41区居民点 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得非常热情友好 大家一起拍摄了合影留念 晚上还一同观看了三部电影 1月27日 登山队离开了41区居民点 开始朝着目标奥托腾山徒步前进 经过一整天的艰苦跋涉后 队员游丁的病情明显恶化 坐骨神经疼痛变得难以忍受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 为了避免拖累整个登山队伍的行进进度 他做出了放弃这次登山活动的艰难决定 至此 登山队的人数由原来的10人减少为9人 1月31日 登山队来到了洛基瓦河河河谷地区 为了减轻背负的重量负担 队员们决定 在一个树木茂密的山谷里 储存一些食物和装备物资 等待返程时再来取用 2月1日 这是他们徒步登山的第五天 登山队从河谷出发 开始穿越山间丫头 计划用一天的时间 翻越到山的另一侧 并在那里扎营过夜 然而 天气状况突然变得极其恶劣起来 猛烈的暴风雪降临了 能见度变得极其低下 这也导致登山队完全迷失了方向 他们严重偏离了原定的计划路线 意外来到了 距离目标山峰南面20公里处的霍拉特萨尔山 这座山峰的海拔高度为1079米 因此也被人们称为1079山 更加不详的是 霍拉特萨赫尔在当地语言中的 还意是死亡之山 下午5点10分 登山队抵达了1079山的东坡地带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走错了方向 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观察 他们发现在下方1.5公里处 有一片茂密的森林 地势相对平坦 比较适合扎营休息 但是 此时下山也意味着 要放弃他们 现在已经达到的登山高度 一整天的艰苦努力 将全部付诸东流 考虑到天色已经见完 经过再三缺衡考虑 他们还是决定 就地扎营过夜 正是这个看似平常的决定 彻底改变了 9个年轻生命的命运轨迹 按照他们原定的计划安排 2月12日 应该是他们安全返回 维扎一小镇的预定日期 然而 这一天 他们并没有如约返回学校 体育俱乐部也没有接受到 他们顺利归来的电报消息 考虑到在登山过程中 往往会受到各种 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 晚回来一两天的情况 也属于正常范围 因此 俱乐部认为 这并不是什么 值得过分担心的大事 何况 他们是一支 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 资深登山队伍 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平安归来 然而 登山队的成员 毕竟还都是学生 由于他们迟迟没有返回学校 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交际的家长们 开始感到万分担心 不断地向学校询问相关情况 为了安抚家长们焦虑的情绪 学校俱乐部 只能选择向家长们撒谎 声称已经收到了 登山队伴来的平安电报 时间一晃 来到了2月20日 此时 距离登山队 预定返回 维扎一小镇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整整8天 俱乐部依然没有接到 登山队的任何电报消息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 他们只能向家长们 如实坦白真实情况 愤怒而担心的家长们 强烈要求学校 立即派人前去搜救 很快 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 自愿组成了一支 专业的搜救队伍 按照登山队 搜救队中的一名学生 在1079山的东北坡 距离山顶约300米的地方 发现了登山队的帐篷 但帐篷已经被厚重的大雪 完全压垮 帐篷的入口面向南方 底部放置着八幅雪板 用来作为支撑 帐篷顶部覆盖着 大约20公分厚度的积雪 在帐篷的一侧 搜救人员发现了一支 已经完全耗尽电量的手电筒 进入帐篷内部后 搜救人员发现了9个背包 里面装着队员们的帽子 大衣 裤子 袜子等各种衣物用品 餐具和食物 也都遗留在帐篷里面 另外还发现了登山队 携带的四部相机 和五本详细的日记本 日记本上记录的最后日期 是1月31日 搜救人员仔细检查后发现 帐篷上布满了许多划痕 而且这些划痕 都明显是从帐篷内部 向外用刀具划开的 其中有一个波动的大小 正好可以让人从帐篷里钻出去 在帐篷外面 搜救人员发现了 一连串清晰的脚印 经过仔细分辨确认 这就是登山队 一行九人留下的足迹 但是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 这些脚印显示 有些人只穿了一只鞋子 有的人甚至完全光着脚 在如此严寒的极地环境中 登山队员竟然没有穿好衣服和鞋子 就匆忙离开 走得如此急迫 当时肯定发生了 某种极其紧急的突发状况 这串脚印一路向北 延伸了大约500米之后 就完全消失了 但在脚印消失的地点附近 搜救人员并没有找到 任何一名登山队员的踪迹 搜救人员推测 登山队可能继续向北方向前进了 果然 他们在营地以北1.5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一片茂密的森林 在一棵高大的西伯利亚松树下面 他们发现了明显的生火痕迹 根据现场树枝的燃烧痕迹分析推断 这个火堆大约持续燃烧了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在火堆附近 散落着袜子 手帕和毛衣碎片等物品 松树上有明显被人攀爬过的痕迹 地上散落着许多被折断的树枝 很可能是有队员爬上了树木 来观察周边的情况 在距离这棵树三米远的地方 搜救人员找到了两名登山队员的遗体 分别是波罗申科和克里威尼斯琴科 他们躺在冰冷的雪地里 早已没有了任何生命提振 两人身上只穿着单薄的内衣 脚上没有穿鞋 波罗申科的手部 还有明显的烧伤痕迹 第二天 搜救人员在距离松树三百米的地方 发现了领队迪亚特洛夫的遗体 在六百三十米的地方 发现了队员科摩格洛娃的遗体 六天之后 在距离松树四百八十米的地方 发现了斯洛伯丁的遗体 这三人都倒在松树与营地之间的路径上 头部都朝着营地的方向 由此可以推测 他们很可能是在尝试返回营地的过程中遇难的 身高一米八的多罗申科身体健壮 但遇难时 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和无袖上衣 短裤的右侧部分被撕裂 脚上的袜子被严重烧坏 法医尸体检验发现 多罗申科存在肺水肿和挫伤的症状 生前曾经遭受过顿气的袭击 身上的尸斑显示 他在死亡后被人挪动过位置 而在旁边发现的克里沃尼斯琴科遗体 身上只穿着上衣和短裤 左脚穿着破损的袜子 他的脸部没有血迹 但鼻尖部分却完全不见了 嘴里还有右手的部分表皮 手指表面和左脚脚趾 都有被烧焦的痕迹 领队迪亚特洛夫被发现时 双手在胸前紧握成拳 身上穿着无袖背心和蓝色毛衣 左脚穿着棉袜 右脚穿着羊毛袜 腕表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5点31分 嘴唇上拥有干裂的血迹 女队员科摩格洛娃的穿着相对比较完整 他身上穿着长袖衣服和两件毛衣 下身穿着两条裤子 脚上穿着三双袜子 腰部有一块呈棍棒状的淤伤痕迹 斯洛伯丁上身穿着衬衣和毛衣 下身穿着两条裤子 脚上穿着四双袜子 右脚还穿着鞋子 腕表时间停在8点45分 头皮上有一条小裂缝 出现了颅骨骨折的情况 法医认为 以上找到的5名队员身上所受的外伤 都不足以致命 他们全部都是死于严重的失温症 由于还有另外4名队员没有被找到 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推断 他们同样是凶多吉少了 时间来到了5月份 此时的气温已经明显回升 山上的积雪也开始逐渐融化 居住在乌拉尔山附近的原住民麦西人 也主动加入了搜救队伍 他们对山区的地形环境比较熟悉 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 很快 一名麦西人带着他的狗 在距离松树不远的地方 发现了黑色的运动裤 裤子的右腿部分被严重撕裂 在距离松树75米的山沟里 搜救队终于找到了登山队 其余4名队员的遗体 他们全部躺在峡谷深处 身上被4米厚的厚重鸡血所覆盖 令人惊讶的是 这4人身上的衣着 比之前找到的5人穿的都要多得多 他们身上还裹着被撕裂的衣服碎片 这也就能够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之前发现的5人身上的衣服 都穿的那么少 原来是身上的衣服 都被这4个人扒走了用来保暖 法医对这4人进行详细检查后 检查结果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女队员杜比尼娜的脸部组织 大面积缺失 眼球和舌头都完全不见了 死亡原因是右心房出血 同时还有多处肋骨骨折 和严重的肋出血症状 萨罗塔列夫的左眼软组织缺失 眼球不见踪影 多处肋骨骨折 颅骨右侧有一道开放性的严重伤口 虽然萨罗塔列夫与杜比尼娜 都有心肌出血和多处肋骨骨折的症状 但奇怪的是 他们的胸部软组织却没有任何损伤 法医认为 这种伤害模式与炸弹冲击波造成的创伤非常相似 队员迪伯布里被发现时 手腕上戴着两块手表 一块停在8点14分 另一块停在8点39分 他的颅骨出现骨折 但并没有对应的外伤伤口 这也排除了意外跌落撞击岩石的可能性 他的眼部周围软组织和眉毛都完全缺失 队员科瓦托夫的脖子严重变形 耳朵后面有开放性伤口 这是在潮湿环境中长期腐烂造成的典型症状 最诡异的是 这四个人的面部组织都大面积缺失 眼球 舌头和眉毛全部消失不见 另外 在杜比尼娜和萨洛塔列夫的身上 都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 萨洛塔列夫的身上还挂着一部相机 可惜被血水长期浸泡 胶片全部损坏 无法进行修复 至此 登山队9名成员全部被找到 可惜的是他们已经全部遇烂 苏联军方随即介入了这起事件的调查工作 由于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打斗搏斗的痕迹 而且距离最近的80公里外的麦希人 对外来人员向来友好 因此 人为谋杀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了 军方调查的最终结论是 9名登山队员遭遇了一股神秘而强大的未知力量的冲击 此后 这起事件的刑事诉讼程序被正式终止 军方调查的详细报告也被列为国家机密 由此 迪亚特洛夫事件成为了一床轰动世界的未解学案 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 人们对这起神秘案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推理 流传最为广泛的理论主要有两个版本 一个认为登山队因为迷路误闯了麦希人的神圣领地 遭到了麦希人的报复性袭击 另一种则是非常著名的俄罗斯雪人杀手理论 认为他们误入了雪人的栖息领地 遭到了雪人的残忍虐杀 雪人还吃掉了他们的眼睛和舌头等器官 这种理论的依据是在营地发现的四部相机中 有一张模糊的照片 照片中显示了一条通往森林的小径 在小径边缘不远处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身影轮廓 看起来很像是某种未知的生物 因此产生了雪人杀手的恐怖猜测 但是最终这些充满想象力的猜测都被科学证据所推翻了 2019年2月 迪亚特洛夫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时间 俄罗斯相关政府部门决定对这起案件重新启动全面调查 2022年7月11日 官方终于正式公布了最新的调查结果 造成迪亚特洛夫事件危剧的真正原因是雪崩 根据官方的详细调查分析 登山队当时扎营地点的积雪还相对比较松散不稳定 登山队员们在搭建帐篷的时候 为了使地面更加平整便于安营 特意挖掉了一部分积雪 这就使得支撑上方大量积雪的基础底层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当时正值暴风雪肆虐的恶劣天气 山坡上又新堆积了大量的新雪 渐渐的脆弱的基底 无法继续承受上方积雪的巨大重量 上面的积雪开始向下滑动 形成了雪崩 被困在帐篷里的队员们听到雪崩的巨大声响后 意识到了极度的危险 想要立即逃离帐篷 于是他们用刀将帐篷快速划开 甚至连鞋子和保暖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匆忙逃出帐篷 向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紧急撤离 由于没有时间穿上足够的预寒衣物 他们到达相对安全的地点后赶紧收集树枝生火取暖 有人爬上了高大的松树来观察周围的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发现 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雪崩 等到雪崩完全结束后 他们决定返回帐篷去取回衣服和食物等必需品 然而由于外界温度极其寒冷 他们的体温正在急速下降 领队迪亚特洛夫带着几名队员冒险返回营地去获取补给物品 其他人则在原地等候他们的归来 可惜的是这几个人都因为严重的失温症再也没能回来 由于长时间等不到补给 留在松树下等候的队员中有两人也被严寒冻死了 他们在被动的失去知觉的时候 为了尽可能保持体温拼命地靠近火堆取暖 结果导致手脚被火焰烧焦 最后幸存的四个人为了保命求生 他们扯下了两名已经死去队友身上的衣服 裹在自己身上保暖 然后走到了火堆下方75米的地方 决定挖一个雪洞躲进去抵御风雪的侵袭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挖掘雪洞的位置下方就是一个深深的山沟 最后四个人都意外掉了下去 被厚厚的积雪彻底掩埋 它们消失的眼球和舌头 很可能是被当地的腐蚀性动物吃掉了 而衣服上检测出来的放射性物质 则是由当地的环境污染造成的 这是因为1957年 苏联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核事故 克什特姆核废料爆炸事故 放射性物质随同飘散到了1079山地区 后来有两位知名的科学教授 专门进行了建模模拟实验 证实了俄罗斯官方公布的雪崩理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他们通过研究发现板状雪崩中滑落的雪板 每立方米的重量可以达到400公斤 这种巨大的重量和冲击力 足以对人类的胸腔和头部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 这也就能够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登山队员会受到如此严重的高压冲击伤害 迪亚特洛夫事件发生之后 人们在营地东南方向500米处建立了一座庄严的纪念碑 用来永久纪念在这起事件中不幸罹难的所有队员 而当初因为生病而幸运逃过一劫的唯一幸存者尤丁 却没能等到他追选了一生的真相答案 他在2013年因病去世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迪亚特洛夫事件的全部真相和来龙去脉